是通路的价格战 不过就在下半年 小平板的市场也有一场大混战是在所难免 全球先是聚焦 苹果9月10号 到底会不会售出新一代的iPad mini呢 不过抢在这之前 由华硕代工的Google小平板 Nexus 7第二代 2月18号也要抢先在日本韩国开卖 至于台湾可能要等到9月才买得到了 把当红的小平板拿来摔 比谁看耐操只为博军一笑 还是来看看正经事 华硕代工的Google新一代 Nexus 728号要在日本南韩开卖 换算一台8479元台币左右 台湾人想买却可能还要等到9月 免不了要和它正面对决 第二代的苹果iPad mini 最新零件被盖照曝光 看起来尺寸还是维持7.9寸 不过 因为搭载解析度更高的是网膜荧幕 所以厚度可能会从原本的7.2毫米 增加到7.5毫米 好消息是背面有一颗800万像素相机镜头 正面也有一颗200万像素视讯镜头 苹果对手三星也出招 三星就要在德国柏林亮相的大饥宝 Note 3居然有疑似官方照流了出来 让人眼睛一亮的是边框超级窄 乍看之下荧幕都几乎快满出来了 至于会不会有什么超感应功能 9月4号答案才会揭晓 东森财经新闻 叶九龙潘玉泉综合报道